我請教一下這個我們王慧均王理事長 你兩場的這個說明會你都有去嗎 你都沒辦法進去 你不是有家長簽名給你的授權書嗎 是 為什麼不讓你進去 違法濫權 其實我以前就是司改委員 他們這樣的一個手段 其實他只是希望用疲勞轟炸 一次一次的閉門會議 用六點 六點半 七點 然後知道這些家長 其實都有幼兒的 那你有幼兒的家長 其實他要工作 從台北回來 從哪裡回來 那個時間第一個他很趕 他也沒辦法吃飯 孩子也疲勞 昨天我看到一個家長 出來的時候孩子扛在肩上 孩子趴著睡著了 那爸爸是一臉的疲憊 我看了心真的很痛 可是在我還在痛的時候 我們的市長出來的時候 好整以霞 那個表情雲淡風輕的 好像走星光大道一樣 走出來 然後有靜衛軍幫他擋著 旁邊的靜衛軍 告訴我說 小心小心小心 然後呢 我就大家看一下 直接現場看 整個都腫起來 我兩個手是不一樣的 你那是瘀青了 對 你說 侯市長 你被人家打得很慘 我看到今天看到新聞 你說你的長官沒有教你1450 真的 你的長官應該要教你的是誠實 勇敢的面對 然後你 我真的氣到 我這幾天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去想像一個新北市的市長 這麼大的縣市 結果你可以是用這麼傲慢的態度 從這一點我希望侯友宜 你的同理心到底是怎麼展現的 你可以看一看 今天他去包粽子了是不是 開心的包粽子 然後侯友宜開心包粽 王維軍手上 包總包了 我們來對一個連 是不是很諷刺 剛剛王理事長給我們看到他手上的傷 那個應該就是推擠造成的 那這些禁衛軍到底是誰呢 這個我們現場的林秉柚議員發現了 這些人竟然都是國中小的後用校長 這些基層教育精英 這個竟然被教訓中 那什麼叫後用校長可能一般人不是很瞭解 簡單跟大家解釋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校長要經過徵選的資格 那這些人都是考過了 就是他有資格被派去當校長 但是呢 但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但是後面 什麼時候派 派去哪裡 教育局決定 那你就知道如果教育局讓他們去他們趕不去嗎 所以這個禁優議員就找這個臉書臉書也貼了一個他們的動員的 這果然是當過警察的人 這完全就是沖安演習的標準配備 秉柚你這個對話群組是哪裡來的 其實這個對話群組必須講 這個顯然就是他們內部也有很多人對這樣子的一個工作安排是很不滿的 所以其實教育界的人士提供給我們 他其實希望透過我們來發聲就是說 他們其實不想當共犯 我們看六月十一號星期天說明會資源 請大家下午五點到舉光國小會議室集合 還怕你找不到在中和大樓校長室旁邊 A 最重要A對不對 人牆八人在市長周圍 女的幾個男的幾個 A 侯友宜有隨護嘛 對不對 有隨護保護他的安全 那為什麼特別需要人牆八人 請問是要擋誰 這我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說明會不是辦第一次 他其實辦兩次 那第一次的時候 是我跟那個黃淑均議員陳乃宇 還有這個張維倩四個議員在現場待到最後 那因為顯然他們第一場的時候 現場的這個工作人員除了教育局之外 還有大部分都是志工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透過不同的這個角度 看看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被阻擋在鐵門之外嘛 所以我們幾個議員都在這個 綜合的體育館的四周遊走 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進去看一下 結果他們可能發現在那個情境之下 第一個他們沒辦法限制我們的行動 那最後市長在出來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虛錢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我們希望市長明天能夠到議會來接受 這個來做這個專案的報告 所以可能市長會覺得現場明明派了這麼多工作人員 為什麼沒有把場面控制好 那甚至大家可以看到假如就第一天的畫面 還有就禮拜五晚上的那個畫面 也看得到姑姑也在現場 我們有區錢 那希望跟市長表達 但是他一上車之後車門就緊鎖 他可能馬上就會交代第二場的時候 不要再發生這個事情 那我要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有第二場 剛剛其實有說明 他辦的時間都是在晚上 對 那而且他都是非常非常臨時的通知 也就是其實到場的家長 就我所知好像不是全部都有到期 為什麼 因為你通知很臨時 大家可能沒辦法馬上到 所以在第二場 那第一場當然也有很多家長認為市政府的處理是不OK的 所以我們再加辦第二場 沒問題 那第二場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做很緊密了 他們知道會有乘趟的人 知道我們議員會到 然後也知道說媒體記者都在看 所以他就做了很緊密的這個安排 包含說阿弟麥克風什麼等等之類 尤其是人強的部分 男的 男的 女的都各要有 其實他就是怕我們 因為議員我們的武器沒有什麼武器 我們只有那件背心 可能其他人不敢動 那也有可能說其他的這個單位的人也會覺得 這個不見得是我的事 像海山分局都有到場 但都離得遠遠的 因為他想說這個可能我們不太適合去接 那教育局沒有辦法 教育局說我必須主折了 現在指派就是教育局是所有的主折 那他找來找去 最聽話的就是這些後用的校長 因為剛剛煥柯有講到 這些校長現在全部都是 他經過長年的這個經驗 在基層教育服務之後考選等於是已經是這個比較優秀的人 能得到這個資格 那他們經過一年的這個所謂的實習之後 就準備等著分發 但他能不能順利的分發 就是看局長 就是看市長 所以他們是最無力的一群 就是我在教育局裡面等於是什麼工作都得做了 前面還有其他人提到就是說 連這個連這個可能司機都要去當 所以他今天在這種情況之下 最痛苦的最困難的工作要跟議員有肢體衝撞的工作 要跟民眾有肢體衝撞工作 就派這些最聽話也不得不聽話的 比如後用校長出來擔任這個工作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時候是很痛心 因為這個訊息我也必須講 教育界的人提供給我們參考 很重要原因是因為沒有人想要做幫凶 他們也很清楚這件事情 教育局有責任 市政府有責任 但是整個過程拖延這麼久 現在還在推卸開始說 四月沒有收到啦 五月什麼有的沒的 那當然也有很多國民黨議員 隨著這個市政府的口徑 在調整他們的說法 這都無所謂 真正五月十五報案 開始到現在將近一個月 我們到底得到什麼答案 還是看不到嘛 看不到的情形之下 我們現在在這裡要求 不斷的要求 其實要看什麼 要看到的都是只是真相 剛剛都提到 不是只有這個幼稚園而已 我們選區裡面 也有很多家長都來問 因為這是連鎖的幼兒園 這是連鎖的品牌嘛 當然各自的情況不同 指引的加盟狀況不同 但是家長會擔心他 可是連高雄連台南 他們都可以馬上下令 我做清查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新北市政府到現在 還沒有做這個事情 我聽說私底下有 私底下做 可是他不願意公開 我們就不了解為什麼 因為其他區的 我知道我們其他行政區的 這個學校已經有被清查過 但是我的區的 有三間連鎖的 還沒有被清查 家長很擔心 可是我我不知道 我該怎麼跟他講 因為我們在議會 有沒有要求 但是市府不願意說明 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都是一樣 他為什麼要在這個鐵門裡面 一對一的去做這個處理 我們有聽說家長轉述啦 他是這樣子 現在市政府告訴所有的家長說 你不要聽外面媒體講什麼 你不要聽民意代表講什麼 你聽我講 他們講的都是假的 現在甚至侯友宜說 這個講四月份有任何通報 都是假的 他是要說你外面都假的 你們聽好了 家長你們聽好了 如果你們不聽 我們市政府的話 你不跟我們合作 我就沒有辦法幫你 所以這是在恐嚇跟威脅 我不知道他們的語氣是不是 但是就我的角度來看 現在為什麼一開始四月份 五月份陸陸續續 明明有很多民意代表 有收到家長陳情 可是為什麼現在都說了 其實因為大家都害怕 自己變成第二個恩恩霸 大家都很擔心 如果我不跟市政府配合 我有不同的意見 我希望公開更多的訊息 可是市政府馬上告訴你說 現在你小朋友的安置 是我在處理 你後續有訴訟的需求 是我在處理 你要不要跟我配合 我想現在的家長 在一個很驚慌的情況 我連我小孩子受到的損 還是什麼 我不清楚 醫學的需求是什麼 我還不清楚 市政府來告訴我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其他人講的都假的 你只要聽我的 那在這麼複雜 在這麼痛苦的情形之下 剛剛有提到嘛 都是在晚上 小孩子很疲勞 家長下班回來 也很疲勞的情形之下 我覺得這集已經有點到 類似疲勞審訊的狀況之下 你有什麼事實是可以釐清的 其實沒有 他其實好像是在營災環境 是我輸入所有 我希望市政府傳達的訊息給你 你來配合我 那接下來好 這些家長出來之後 他沒辦法去再跟社會大眾說明太多 因為他有他自己要權衡的地方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 我們必須講 我們要努力的支持這些人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去抵抗市政府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所以所以其實當我們看到他對家長的態度 他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然後以至於到連這麼細微去使用這些後用校長 來介入這個工作 我剛剛後用校長還沒講完 第二段 其實我在裡面寫的 我們在裡面講的是人牆 人牆就是他們要出來 手牽著手 這個在黃淑君議員的直播影片裡面可以看到 陳乃宇議員要向前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手牽著手上去 把他圍起來 把他隔開 這個畫面是可以看到 這是人牆的部分 第二個我覺得要講防火牆的部分 總共有三十幾位的後用校長 他們除了到現場做這工作 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他們必須做這一些家長的個案輔導員 做個案輔導員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講難聽 就是要你去按照這些家長 那你按照失敗的話 你有什麼代價 你有什麼 你會付出什麼樣的一個代價 我如果是這個人的話 我就會覺得莫名其妙 第一個是我不是幼教的人 對 我也沒有法律相關的知識 我沒辦法為這些家長後續的需求 做出任何的承諾 可是你要我去做個案的輔導員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輔導不成 這個家長只要有其他的意見 是誰的責任 是不是我這個後用校長的責任 我有責任之外 我接下來的生涯規劃 我的職涯怎麼辦 那是不是我必須 我為了確保我自己的這個職涯順利 我得動用我其他的資源 那這樣做這件事情 家長會不會感受到壓力 我覺得不管是誰都感受到壓力 只有侯友宜覺得這不是壓力 因為只有他可以跑到南部去 繼續他的選舉的行程 可是在現場我們在那邊罰站那麼久 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我們要看到希望就是說 市長你要把這些狀況說清楚 因為你一不說清楚 所有的壓力就是在社會這邊 就是在民意代表 就是在家長 就在其他這個心急如焚的社會大眾身上 只有你覺得沒有壓力 但是我們壓力都很大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他譬如說在裡面 因為你知道 我覺得他在玩一個資訊的不對等 沒錯 就是家長最多兩個 帶著小朋友三個人在裡面 那市政府可能前面坐了一排人 然後告訴你這個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現場沒律師也沒醫生 他根本不知道你講的到底可不可行 沒錯 所以只好接受 然後你剛剛講那個所謂的專案輔導員 對 各案輔導員 對 他可能照三餐打電話給你 那如果在裡面突然講到說 這個何先生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我們處理就好 你再找議員 恐怕不曉得會不會有類似 這樣的話出現 他們我們在第一天的說明會 其實就看那個現象 家長的進進出出是一批一批的 那根據他們說法就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狀況不一樣的 他就分別被帶開 其實這個就蠻符合剛剛 換哥講的要造成資訊的不對稱 他希望家長之間也不要團結 也不要同生一氣 然後各自他去把你們找到一個突破口 譬如說每個人擊破的狀況不同 有的人可能有經濟的壓力 有的人可能是有家庭壓力等等 他找到這個突破口之後 讓你去跟他合作 那接下來我想他們也很清楚 只要家長這一端能夠晉升 我們可能就很難再去追求真相 再次回答